简单呀 为什么会很难呢 我在北京里面随随便便都能遇到一大堆像我这样的人 特别的多 读书人很容易 气泪相招 我告诉你 我现在也就是 好不容易躲到这个昌平来了 我以前住在这个 亚恩村的时候可疯狂了 每天吃饭你知道吗 从这个中午开始六点吃饭 然后一直吃 吃到第二天的早上 第二天的这个中午 然后还在吃 为什么呢 因为中间呢 来来回回 这一拨人吃完 打个电话 那个谁是谁 来回来 打个电话 反正就是整个酒席 人来人往 没完没了 整天就是在吹牛逼 一大堆文人在一起 他们抽在一块 说的都是屁话 像我这种人有时候也是会带来一个问题 特别喜欢热闹 热闹之后就会 天天的花了大量时间 假如我现在还住在亚恩村的话 可能就天天的一大堆 还是一直在那里 天天的嚼舌根 讲各种各样 因为我们文人之间交流很多东西 特别有意思 而且特别杀时间的 随便讨论一个明朝火器 明朝的火器是不是比清代 更牛逼 都能讨论一整个晚上 然后讨论大航海 是不是改变了中国 这个问题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 读书人在一起 也只是 太浪费时间了 因为读书人一般来讲 一旦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天天忍不住想要吹牛逼 吹完了一天又不过瘾 会得吹两天 三天 四天 实在是有时候 自己都感到羞愧着 你要让读书人吹水还挺难的 你们实际上是多数情况下 你们跟作家是说不上话的 只有聪明人跟聪明人在一起 才会无话不说 知道吧 然后呢 只有 作家跟作家意在一起 读书人跟读书人意在一起 才会有很多话 知道吧 你们不要以为 以你们现在水平 做过去了 人家就跟你说话了 实际上人家想喷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人家在喷啥 我会想喷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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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喷啥